每年年底是国性蜜藻的采收期 但今年因为虫害的影响 也导致蜜藻落果相当严重 农民也非常担心虫害扩大 造成损失 为了了解国性蜜藻虫害的情况 日前县府农业处与台中区农改厂 也到现场进行勘查 在我们这边呢 有跟有商企那个农改厂这边 会提供一些正确的SOP的操作的后面的防治 那提供给农友 我们知道这个附近已经有果实印 已经都在发生了 那我们的甲鸡丁香油 应该是要在我们的生长期前后 就要开始用了 我们刚刚也有建议说 就是检疫的方式 底下坡防水布 然后上面有覆盖这样子 至少可以减少它的 虫源发生 还有就是它跑到外面来的这个机会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 目前国庆蜜草虫害严重 除了这次农改厂 到现场建议农民针对现况做组织之外 也希望县府农业处 能够向农业处来申请灾害补助 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这里也希望说能够透过我们的农政单位 我们县府的农业处 然后将这个伤害的情形 转到我们的农粮署这边 希望说能够用我们政府的这一个 灾害补助 协助他们度过今年的这个寒冬 副理长潘一全也希望相关农政单位 能够重视国庆蜜草虫害问题 并且给予相关辅导 以减少农民的损失 也希望县府农业处 能够帮助农民争取申请灾害补助 将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 接着陈宇一国庆向采访报导